男子出门倒垃圾时 意外在垃圾堆里发现了一只流浪小狗 只见小狗埋头找吃的 鸡肠鹿鹿吃着垃圾残渣 十分可怜 小狗看上去特别小 从身形判断大概也是刚出生没多久 也不知谁那么狠心把他遗弃在垃圾堆里 伴随着垃圾的一阵阵恶臭味 男子看不下去了 他把他提起来放到路边仔细打量 男子发现小狗身上全是蚊子和苍蝇 赤裸裸地把他当成了卵巢的窝居地 狗狗的两个眼角全部溃烂了 身上也脏兮兮地散发出一股酸臭味 担心狗狗身上还有看不见的伤口 男子打算把他送到市里的宠物医院检查 当男子联系了两家宠物医院时 其中一家告知医生已经下班了 另一家则劝说男子这样的小狗没必要治疗 把他扔了吧 他们表示道 即便能处理好狗狗身上的溃烂伤口 但是也很有可能得了细小和全温 治下去费时费力根本没有救的必要 听到这话后 男子也开始动摇了 他犹豫不定到底要不要救这个小家伙 男子很清楚知道 自己是唯一能救他的人 也是他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如果他不管不顾 其他人更不会多看一眼 最终男子还是下定决心 挽救这条可怜的小生命 他找了一家24小时接诊的宠物医院 医生和护士给狗狗的伤口做了清理 当战盐水涂抹在伤口上时 小狗疼得嗷嗷大叫 同时男子也被他的伤势吓了一跳 小狗的眼角里爬满了白色的虫子 各种各样的蛆虫顿时让男子头皮发麻 既害怕又恶心 可怜的小家伙 要是没有遇到男子的好心救助 他可能就会被这些虫子一点点腐蚀掉 这也是一条小生命啊 清理完眼角后 医生很快又在狗狗的背部发现了一大片溃烂 腐烂的伤口赤裸裸暴露在空气中 男子看了一眼全身都起鸡皮疙瘩了 即便看到狗狗这般模样 男子也没有嫌弃 反而心疼起他 刚出生的小狗到底经历了什么 才被如此对待 不要可以把他送人或者做其他妥善处理 直接扔在垃圾堆让他一点点痛苦死掉 这比亲手杀了他还要残忍 医生帮狗狗铲掉身上的毛发 三把推子都用没电了才帮他铲干净 再也没发现其他的伤口了 这时细小和犬问的结果也出来了 幸运的事显示一切正常 医生给狗狗做了药语 清理了身体表面再涂药敷伤口 他说到带回家观察几天 如果能吃能喝就没事了 男子对救助狗狗的医生和护士 表达了深切的感谢 他们一直忙到深夜才把狗狗弄好 没有不耐烦十分有爱心 小家伙你该是多么的幸运 遇上的都是善良有爱的人 或许这就是缘分吧 在收留狗狗的第三天 小家伙的胃口出奇的好 不但能吃能喝 精神状态也不错 男子表示自己一定会好好照顾狗狗 直到他变得完全健康 在往后的日子里 狗狗的饭量也变大了 或许经历过饱不腹肌 靠吃垃圾为生的黑暗日子 他十分珍惜着来之不易的食物 每一顿都吃得精光 他身上的伤口也慢慢结痂了 男子给他取名福宝 在男子的细心照料下 福宝长得很快 从刚捡回来的不到两斤虫 到现在长大到十二斤多了 不得不说 男子真的很用心在照顾他 福宝的毛发也长出来了 眼角的伤口也痊愈了 两只耳朵竖得高高的 五官长开了显得特别乖蒙可爱 男子说福宝这颜值全靠这两只耳朵撑起来 这两粒耳不光好看 还显得格外有精神 男子带狗狗回医院打疫苗 胆小的小家伙 吓得使劲往男子怀里钻 眼神坠坠不安 不知所措 一旦打起疫苗 福宝倒也很坚强 一声不吭 一转眼三个月过去了 从男子救起福宝到现在 他从一个奄奄一息的流浪狗 蜕变成如今一个聪明可爱的小狗 三个月的变化 对他来说太大了 谢谢好心男子 不顾一切地挽救狗狗的小生命 因为你的好心善举 他才有了一个家 才有了如今这副模样 让我们为你点一个大大的赞吧 并祝愿好人一生平安 好了 这期视频到此结束 点赞关注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